按下确定键后 小鱼的心砰砰地跳个不停 小鱼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她不知道她会不会活到明天早上 但是她别无选择了 站在医院的走廊里 小鱼一直等着短信的到来 当她想面对它的时候 反而不觉得害怕了 可是手机一直都没有响 夜里还是很冷的 小鱼刚想活动一下身体 在静静的走廊里 这个不大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小鱼腿一软 坐到了地上 小鱼拿起手机 按下了确定键查看 可是手机里一片空白 什么也没有 正当小鱼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又一声短信传达音到了 小鱼连忙查看新的短信 这次是两个字 窗户 以前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呀 这次的窗户又是什么意思 还未等小鱼思考这个问题 突然小鱼身前的窗户都自动打开了 窗外之后 一下子灌了就来 冷风就像是一把尖刀 刺激了她的身体 不用想了 小鱼知道窗户是什么意思了 这时 又一个短信来了 它自动出现在手机的屏幕上 灯 刚看到这个字 走廊里的灯便开始闪了起来 什么也看不清 直到灯光再也不亮了 现在小鱼的周围是一片漆黑 这一连串的事件让她措手不及 甚至让小鱼没有时间想该去怎么做 在小鱼惊魂未定时 第三条短信又来了 这一次写的是 玻璃 还没等小鱼看清这两个字 医院走廊里 镜头的玻璃 突然都炸开了 小鱼连忙起身 往反方向跑 刚跑两步脚下 就不知道被什么办法 摔倒在地 小鱼索趴在了地上 大约过了一分钟 玻璃爆炸的声音 终于没有了 这一分钟对小鱼来说 有一个事迹那样漫长 嘴里因为紧张和害怕 不停地喘着突起 她的周围现在静急了 让她不禁感受到了 死亡的恐怖 有形有生的鬼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这种无声无形 让人捉不到踪影的恐怖 特别是在寂静当中 传来的短信的声音 刚刚准备看手机 从走廊那边的卫生间里 传来了冲水的声音 小鱼不禁一哆嗦 手机差点从手里掉下去 不会吧 难道现在还有别人 给小鱼的感觉 好像医院里除了她 没有别人了 手机屏一闪一闪的 仿佛在催小鱼快点看短信 她低头一看 上面只有三个字 却足以让她紧张得神经崩断了 那三个字是 我来了